因为把那个开票的十五分之一 十五分之二把他转到以色尔表之后 惊人的发现 蔡英文每一个时间格都得到三十九万票 韩国瑜每一个时间格都得二十一万票 宋楚瑜每一个时间格都得到五万票 要求也就他们的得票比例 每一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 蔡英文都得到五十九点九percent的票 那韩国瑜都得到三十二percent的票 宋楚瑜都得到七点九percent的票 夭壽啊 这个情形这不叫做票什么叫做票 我们看这张画面 这张画面是他分成十五个时间点 然后再来从上到下 来 蔡英文先拿二十万票 后拿六十万票 后拿一百万票 后拿一百四十万票 后拿一百八十万票 来 关照第二行 二百二十万票 注意哦 蔡英文 四十万票四十万票四十万票在前进 来 这张画面 这个二十六十 一百 一百四 一百八 二百二 二百六 三百 三百三十九 三百七十九 这样由左而右 由上而下的顺势 到每条个呢 把这十五 十五分之一秒 十五分之二秒 十五分之三秒的所有的 投票的得数 把它转到一次的档案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 我们看蔡英文 每一次的得票数 来 看他每一次的得票数 多了三十九点九万票 三十九点九万票 三十九点九 怎么会数分之一秒 一直都 一直都 每次都得到三十九点九万票 那韩国瑜 每一次都读二十一万票 二十一万票 二十一票 宋楚瑜 都得 来 蔡英文是得 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八十二票 韩国瑜每一个时间内 是得 二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八票 宋楚瑜是 每一个十五分之一秒 十五分之二秒 十五分之三秒 是得了五万三千两百一千七票 怎么每一个时间点 十五分之一十五分之二十五分之三十四十 一直到十五分之十四十五 全部蔡英文每一个时间格都得了三十九万九千四百八十二票 韩国瑜都得二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八票 宋楚瑜都得五万三千两百七票 那也就是说 蔡英文在每一个十五分之一秒 十五分之二秒 都已经被限制得到三十九万票 也就是得到五十九点九三百百的票 韩国瑜是读到三十二点零七的 每一个时间点都是 每一个时间格 都是一样的比例 都是一样的得票数 那宋楚瑜都得七点九七点九 宋楚瑜也就是他们的得票比例 每一个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 蔡英文都得到五十九点九百的票 那韩国瑜都得到三十二百百的票 宋楚瑜都得到七点九百百的票 夭壽啊 这个情形 这不叫做票 什么叫做票